各位朋友大家好 在我们查考吴越争霸这段历史的时候 有一个人是我们永远回避不开的 他就是吴子虚 说起吴子虚呢 这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 他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忠或者是奸 你说他是忠臣吧 可是他的故国就是楚国 他却带着吴国的军队杀入了楚国的首都引渡 这一行为在我们现代的有些人看来 是妥妥的楚奸 妥妥的带路当 但奇怪的是几千年来 对于吴子虚的评价却是以正面为主 人们似乎选择性的忘记了 他身为楚国人却攻击楚国的这段历史 甚至是对楚国爱之弥深的屈原 那个楚国略我千百遍 仍待楚国如初恋的屈子 对楚国的叛臣吴子虚仍然是赞誉有加 此外还有一项提倡中军爱国的儒家人士司马迁 以及后来的苏氏 对吴子虚都是大加包赞 在关于吴子虚的评价问题上 金人与古人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差点呢 到底是谁搞错了 明清以后对吴子虚的定位 基本上就确定为是一个忠臣 说他忠 当然不是说他对楚国的忠 而是对吴国吴王伏差的忠臣 说他貌似直见 最终是得罪了吴王伏差 可当我们细心的查考这段历史 却又会发现他对吴王伏差的忠臣 似乎并没有那么绝对 那么换句时髦点的话说 就是忠臣的不绝对 就是绝对的不忠臣 那么吴子虚的忠臣 也就打了一个大大的折扣 总之吴子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 我们无法用传统的忠臣或者奸臣 来简单的定义他 今天就让我们再次打开吴约历史 去邂逅一下这个复杂的吴子虚 咱们先来简单说说吴子虚的生平 吴子虚世代都是楚国的贵族 他的爷爷吴举在历史上非常有名 大家知道有一句成语叫一鸣惊人 是说当时楚庄王在位期间 楚庄王是单于声色不理正事 当时有一位大臣劝谏 说楚国有一只大鸟 几年来是不鸣不飞 请问大王这是怎么回事 楚庄王明白这名大臣的意思 当时就回答道 随无非非必冲天 随不明明必惊人 这就是后来一鸣惊人 这个成语的出处 后来楚庄王真的是奋发图强 成了春秋五霸之一 当时劝谏楚庄王的大臣叫吴曲 是吴子虚的爷爷 吴子虚的父亲叫武奢 当时是担任太子太傅 就是太子剑的老师 深得太子剑的器重 太子剑还有一个老师 就是太子少妇废吴无忌 职位上比武奢低了一级 而且太子剑也并不喜欢他 当时执政的是楚庄王 楚庄王派吴无忌去秦国 为太子剑娶亲 当时的秦王也答应了这位亲事 也从自己的公主中选了一个 要他嫁给太子剑 本来这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 但吴无忌在这里面 却开始动起了脑筋 他首先在见到楚庄王的时候 就说这个秦女实在是太漂亮 如果嫁给太子剑的话 那您就无福消受 不如这样吧 您把这个女人收了 然后再给你儿子随便划了一个 楚庄王一听 嗯 这事可以有 就这么办吧 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两点 一个 吴无忌绝对是一个坚定的巧人 他本来是太子剑的少 应该多为太子剑着想 但是他却为了讨好楚王 出了这么一个馊主意 第二 也可看出 楚庄王就是一个荒阴无耻之人 明明是娶儿媳妇 他自己却中间截胡 占为己有 吴无忌也是看透了楚庄王的为人 要不然的话就算是给他一万个胆子 他也不敢向国王提这样的建议 此举让废吴无忌成功的得到了楚庄王的宠幸 但是他又担心 毕竟楚庄王死后继位的就是太子剑 他担心这次得罪了太子剑 以后他的命运也好不了 楚庄王这时候已经纳了秦女为妃 也觉得太子剑有些碍眼 于是就将太子剑轰到了边关 废吴无忌觉得这样还不踏实 后来又找机会进禅言说太子剑在边关有意谋反 于是楚庄王就将太子剑的老师武奢 叫回引都来问话 武奢是一个非常坦白的人 他当面就斥责楚庄王 说你怎么能信任那些坚定之人 而怀疑自己的至亲呢 楚庄王大怒就将武奢关押了起来 废吴无忌又再次进禅言 他对楚庄王说 说武奢有两个儿子 长子五上次子五元 这两个人都非常有才感 如果他们知道了我们这样对待他的父亲的话 将来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大的麻烦 所以不如我们将其二人匡至都城 与他的父亲一并处理 楚庄王此时对废吴无忌是言听计从 于是他就让武奢给他的两个儿子写信 让他们来都城 武奢知道楚庄王的阴谋 他告诉楚庄王说 我的两个儿子长子五上性情忠厚仁义 我让他来他一定会来 而次子五元性格刚猛暴力 他未必会来 果然是知子莫若父 兄弟二人收到信号 知道这是楚庄王和废吴无忌的阴谋 要斩草出根 但五元至孝 他虽然知道随去必死 但仍然是义无反顾 他对弟弟说 父不可弃 名不可废 而自免之 他知道自己这个弟弟性格刚丽 而且颇能忍耐 将来必成大事 武上也将家族的希望 以及为父亲和自己报仇的希望 放在了自己这个弟弟身上 在这生死关头 兄弟二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一死一生 一流一去 但都无愧于天地 五元就是吴子虚 他逃出楚国以后 就去了郑国 投奔在他之前已经逃走的太子界 吴子虚逃出楚国不久 他的父兄就被楚王所害 父姓武说 在知道自己的小儿子逃出楚国以后 不禁长叹一声 说楚国君臣且苦兵矣 他知道他的这个小儿子 是个狠儿能忍 有仇必报的人 楚王杀了他的父兄 他必将会十倍百倍的讨回来 楚国将无宁日 在郑国的太子界 卷入了郑国的内乱 被郑国人杀死 吴子虚只好带着太子健的儿子 连夜逃往吴国 然后就是我们熟悉的 吴子虚过招关一夜白头的故事 不过一夜白头 这是从元朝时期才编出来的故事情节 逃到吴国的时候 吴子虚已经是身无分文 但他仍然带着太子健的儿子 为了生计 吴子虚脱光上衣 古府吹销 起食于吴氏 这就是那句成语 吴氏吹销的由来 这句成语 现在的意思就是街头行起的意思 吴子虚也因此举 被后来的乞丐们奉为祖师爷 所以说吴子虚可谓是最早的丐帮帮的 再后来吴子虚还是得到了当时的吴王 吴王辽的赏识 吴子虚想向吴王辽借兵 讨伐楚国 吴王辽明确的告诉他 讨伐楚国那是你的丝绸 这事我不管 在此期间 吴子虚又结识了公子光 公子光就是后来的吴王和驴 公子光一直坚信 是吴王辽夺了本应属于他的王位 所以他一心想将王位夺回 吴子虚看出了公子光的野心 也看出了或许公子光是可以帮助他复仇的那个人 于是他决定要帮助公子光夺回王位 夺回王位的关键就是要杀掉吴王辽 吴子虚为公子光物色了一名刺客 叫专柱 在吴子虚刚到吴国的时候 就遇见了专柱 当时专柱正在街头与人干架 专柱打架很有气势 史书记载说专柱将就敌 其怒有万人之气 甚不可打 就在双方剑拔斗张马上就要开打的时候 突然不远处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是专柱的老婆 叫专柱回去吃饭 然后专柱就答应了一声 飞快的跑了回去 这让吴子虚看着很奇怪 后来就问专柱 和夫子之怒圣也文艺女子之声而折道 宁有说乎 说专柱说你看我这样子像是一个傻瓜 夫屈一人之下 必身万人之上 这就是后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这个典故的由来 所以说最早这个一人指的并不是皇帝 而是老婆 吴子虚听罢 也不知道怎么觉得专柱这个人太了不起了 所以就将专柱介绍给了公子光 专柱后来以虞长剑赐死了吴王辽 吴王辽死后 公子光顺利继位 但吴王辽的儿子庆继 那时候正在为国出使为归 得知父亲的死讯 知道是和吕所为 他就开始训练士族 培养死士 发誓要带兵伐吴 为他的父亲报仇 吴王和吕为此是寝食不安 吴子虚这时候又为他献了一个计 或者说是为他献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耀黎 吴子虚让耀黎去刺杀庆继 吴王和吕看不上耀黎 觉得耀黎貌不惊人 特别是身材矮小 而庆继则是当时吴国的第一勇士 身材高大 有万乎不挡之余 而且生性猜疑 一般的人根本就进不了他的身 所以和吕不想用耀黎 但耀黎坚决要去执行这项刺杀 他向和吕献计 说我自断一臂 然后你派人杀了我的妻子儿女 而且焚尸弃尸 让庆继相信 我与大王有不共戴天之仇 这样我就可以有机会接近庆继 吴王和吕照记行事 杀了耀黎的妻子儿女 耀黎也自断一臂 也最终成功的混到了庆继的身边 后来他抓住机会 一毛刺死了庆继 周围的卫士上前要将耀黎剁成肉酱 庆继阻止了他们 说他也是一名勇士 怎么可能让天下一天内少了两名勇士呢 庆继死以后 耀黎觉得羞愧难当 自己所为不仁不义 无面目苟活于世上 于是耀黎也自杀了 后世的司马迁在编刺客列传的时候 将专注刺王辽收入其中 但并没有提到耀黎刺庆继 这是为什么呢 我想可能是有两个原因 第一 要离此举不值得宣扬 原因很简单 道义有道 他杀妻是君 又为新君而杀故君之子 可谓是不忠不仁不义 在价值观上不被太史公所认可 其二呢 我相信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在左传中 并没有要离次庆继的记载 而且据左传记载 庆继在吴王服差23年的时候 还活着呢 不管怎样 吴子虚帮助吴王和驴登上了王位 而且还稳定了下来 再后来的事情 大家想必也就知道 吴子虚率领着自己亲手打造的吴国境旅 攻入了楚国的都城 尹都 这时候楚平王已经去世了十年 继位的就是他与那位秦国公主所生的儿子 楚昭王 楚昭王此时已经逃到了深山之中 吴子虚为报父兄之仇 竟然是掘墓鞭尸 将楚平王的尸体从坟墓中拉出来 鞭尸三百 以泄心头之恨 当时有一个叫申包序的楚国大臣 这时候他本来已经随楚昭王逃入了深山 知道吴子虚掘墓鞭尸以后 特别派人去斥责吴子虚 说你这样做实在是太过了 说你也曾是平王的臣子 你这样对待一个死去的人实在是有伪天道 吴子虚听罢 也是觉得心中有愧 他当时说了这样一句话 故日暮图远 悟故道行而逆施也 意思就是说太阳都快落山了 我还有很长的路没有走完 怎么办呢 我只能道行逆施了 这也就是日暮图远道行逆施 这两句成语的出处 当年吴家遇难吴子虚出逃的时候 曾经见过申包序 吴子虚说将来他一定要回来为父兄报仇 申包序并没有责怪他 也没有阻止他 而是说免之 鼓励他这样去做 不过申包序也说了 将来如果你灭了楚国的话 我必复制 申包序最终也没有食言 他独自与人去向秦国求援 在秦王宫外哭了整整七天七夜 哭得眼泪都干了 流出了血来 最后秦埃公感动于他的忠心 答应出兵去救楚国 而此时吴王和驴又后院起火 不得不撤出楚国 楚国这才得以复兴 申包序没有背弃 自己当初的诺言 毫无疑问 申包序可谓是一个爱国者 但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在申包序斥责吴子虚的时候 只是说吴子虚过分不忠 但是并没有说吴子虚叛国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对楚国怀有着深深情感的屈原身上 按理来说 屈原应该恨吴子虚才对 毕竟是吴子虚带领着吴军攻入了楚国的引路 但屈原在他的九歌中曾经三次提到了吴子虚 但没有一次有责怪之意 只是赞颂吴子虚对吴王的忠 并且对他的最后遇害而深有七七焉 而对他之前的判处则是不提一辞 而再以后的司马迁 在史记吴子虚列传中 对吴子虚的评价就更高了 项令吴子虚从奢俱死 何以楼以 弃小意 血大尺 名垂于后世 故隐忍就功名 非列丈夫 孰能至此灾 就是说如果当年吴子虚跟他父亲一块死了的话 那他生命的价值无异于蝼蚁 吴子虚是弃小意而血大尺 他的所作所为 非列丈夫所能为也 在司马迁眼里 吴子虚是列丈夫 其实我们如果细评一下这段话 不难看出 司马迁也是在说自己 当年司马迁为李玲出头 触怒了汉武帝 汉武帝判他以辅刑 受此大辱 司马迁本应自杀 以权劫气 但考虑到手中未完成的史书 所以司马迁决定忍辱负重 继续完成史记 同样是隐忍 司马迁当然知道 这甚至比死更难 司马迁也没有责备 吴子虚不忠君 在先秦时代 君臣之间的关系 可以是朋友关系 就像郭殿楚简中所言 有君臣之道也 或者是一种契约关系 正如孟子所言 君之士臣如手足 则臣氏君为辅心 君之士臣如拳马 则臣氏君为国人 君之士臣如土戒 则臣氏君为寇筹 在先秦时代 一个臣子有自由选择的权力 君不正 臣头他榜 所以才会有了储才技艺 在当时这种行为 并不会被批评成 说他不忠君 不爱国 这也就使得 君王在对待臣子的时候 也要小心谨慎一些 不可以肆意妄为 而秦以后 实现了大一统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宾 莫非王臣 作为那些世人臣子 他们只能效忠于一个王 而别无选择 这样臣子与君王之间 就形成了一种 人身依附的关系 这种关系 一旦建立起来 君王就可以像明清两朝那样 肆意的侮辱 甚至杀死臣子 那个时候 也没有人骂 吴子虚是带路党 是储奸 是叛国者 那毕竟是在春秋时期 国家的概念 还在形成过程之中 并没有像后来的 民族国家兴起以后 那样的强烈 那时候人们更看重的是 氏族 是血亲 而血亲复仇 又是从上到下 都公认的 天经地义的事情 况且退一万步讲 爱国也不就 只有一种形式 让自己热爱的国家 免于入侵者的暴虐 却是爱国 让自己的国家 免于当权者的邪恶 也是爱国 很多学者相信 吴子虚其实并没有 掘墓编尸 他只是编了坟 之所以后来变成了 掘墓编尸 得是后来的人 将这个故事 小说化的结果 在先秦的文献中 我们找不到 编尸的记彩 但不管怎样 吴子虚 似乎都是大仇得报 他终于解了自己的 心头之恨 当这个梦寐以求的时刻 终于到来的时候 或许吴子虚 并没有感受到 他期望中的那种快乐 反而会有一种重重的失落 吴军攻入颖都以后 就开始了烧杀抢掠 吴军中的贵族和大夫们 纷纷抢占楚国的贵族和大夫的府邸 霸占他们的妻女 上面的人都这样 那下面的士兵 就更加难以约束 颖都的百姓 所遭受的灾难 也就可想而知了 后世有人言道 仇一人而枪一国 这和申包序说的一样 吴子虚做的实在是太过分了 吴子虚也知道自己过分 所以他对申包序说 他在倒行逆施 为了复仇 他已经顾不得自己的名声 和世人的道德标准 而这也成了他一生中 无法抹去的污点 他也必将为此付出代价 没有史料表明 吴子虚亲自参与了屠杀 或者说他直接下令进行了屠杀 而且从以后的事情来看 楚国人似乎并不恨吴子虚 这场战争过后的几年 楚昭王又回到颖都执政 重建楚国 那时候他想与吴子虚摒弃前嫌 所以他派使者去吴国 劝吴子虚回楚国做官 由此也可见 楚国人并不仇恨吴子虚 不然的话 楚昭王也不可能 召一个全民公敌来回国理政 吴子虚婉言谢绝了楚昭王的邀请 理由其实只有一个 他想为吴王效力 自此以后 吴子虚才有了一个最单纯 也是最重要的身份 臣 在这之前 他的身份更多的是子 复仇之子 关于吴王夫差和吴子虚之间的关系 我们大多知道的情况是这样 吴王夫差就是一个昏君 荒淫昏庸 而且还听信谗言 他整天就沉默于声色全马之中 不理政事 对于吴子虚的劝告 他是置若网闻 而偏偏听信 奸臣薄疲的谗言 任由越国作大 最后是生死国灭 这几乎是一个标准的昏君与忠臣的模式 在以后很多的历史陈处中 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模式一再的出现 但真实的历史并不是一个编好的剧本 可以随便的被套来套去 实际上 福差与吴子虚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 福差也并非是一个昏君 福差与吴子虚关系恶化的原因 有性格上的原因 福差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 他也取得了娇人的功绩 有了骄傲的资本 而在吴子虚眼里 福差不过是他看着长大的孩子 身上还有不少的毛病 而吴子虚的性格又决定了 他不会采取某种迂回的方式去劝说 往往都是直接冲撞不留余地 除了性格以外 两人交恶的根源 还在于两人对国家未来发展方向上的分歧 福差主张向北发展 他要去争夺天下的霸主 而吴子虚则着重于向南 他要防备越国 最好是一举灭掉越国 以解心腹之患 虽然最终的结果证明 吴子虚的决策是正确的 但也不能因此就轻易否定 吴王夫差政策的合理性 吴王夫差为什么一定要北上 为什么一定要去争那个天下的霸主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 从国家心态和文化属性的角度去分析 也许我们就能明白了 北上回归中原 是历代吴王的梦想 在后来的黄池大会上 吴王夫差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于周是我为长 福昌没有忘记 他是谁的子孙 他是吴太伯的子孙 吴太伯是周公诞的长子 吴国历代君王滋滋以求的 就是恢复他们周朝长房的地位 所以他们要去争这个天下霸主 也就是因为他想当这个天下霸主 所以他才会放掉了越王勾建 因为越王勾建那时候已经臣服 杀了臣服的君王 那不是一个霸主所能做的事情 况且即使灭掉了越国 对于福差来说 他也无法摆脱自己东南蛮夷的身份 只有北上才能实现自己 从蛮夷到华夏身份认同的华丽转身 而福差的这种特殊的身份焦虑 却不是吴子虚所能理解的 所以两个人的分析也就越来越大 福差一意北伐攻打齐国 而吴子虚则让他联合齐国对付越国 因为吴子虚早就看穿了越王勾建 在某个方面来说 他们两个人是同一类型的人 他们都很能忍 而且忍得越久 反击的就越凄厉 虽然他们二人之间有矛盾 但远没有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福差仍然非常的尊重吴子虚 有一次福差率兵攻打齐国 得胜回来以后 吴子虚却嘲笑他不要高兴的太早 为此两个人大吵了一架 惹得福差大怒 吴子虚也跑回了家 说要自杀 福差之道以后 马上赶到吴子虚的府中去劝慰他 让他有话好好说 千万不要想不开 越国那边不断的散布 关于吴子虚的各种谣言 但福差一概不信 并没有以此来为难吴子虚 那么到底是因为什么 才导致两个人的关系 最终走到了那种境地 老实讲 这还真不能完全怪吴王福差 福差还是执意要攻打齐国 这次他派了吴子虚为使节出使齐国 实际上也是在向齐国下战书 吴子虚去了齐国 他带了自己的儿子吴风 到了齐国以后 他将自己的儿子托付给了他在齐国的好友报幕 说吴国恐怕就要完了 所以他想给自己的儿子留一条活路 然后他指身返回了吴国 这件事情被薄匹知道了 然后就告诉了福差 福差对吴子虚一向的信任就此动摇了 毕竟那时候吴国马上就要与齐国开战 齐国也就是吴国的敌国 而此时吴子虚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敌国去 他自己又回来 让福差不得不怀疑 吴子虚是不是有二心了 就是是否有通敌的可能 再加上薄匹在旁边的山峰点火 吴差大怒就刺剑让吴子虚自闻 吴子虚看到令他自闻的宝剑 也是又惊又怒 在临死之间他留下了一句话 儿觉悟也陷无东门之上 以观月寇之路灭无也 把我的眼睛挖下来放在城门之上 我要亲眼看着越国人灭亡吴国 这是什么话呀 与其说是预言或者说是气话 更不如说是诅咒 福差文听此言后自然是勃然大怒 于是他命人将吴子虚的尸体装进了牛皮带 然后投进了滔滔的江水之中 一代列丈夫竟落到一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阳 吴子虚罪不当辞 但想到那些在颖都陷落以后被杀死的楚国百姓的那些冤魂 这也是他应格的报应 复仇有时候就是一把双刃剑 既杀死了仇敌又毁灭了自己 而福差呢 几年以后无国成破 福差蒙面自杀 死前说了一句 物无厌见子虚也 而此时在乾堂江大潮的潮头之上 速车百马驾驭波涛的吴子虚 是否能够接受福差的忏悔呢 福差不算是一个昏君 为人为君 他仍然能够保持那样一份真诚 他只是看错了勾件 他无法相信一个人怎么能够致见致思 可惜福差是成名的太早 而悔悟的又太迟 最后竟让勾件这样的人笑到了最后 如何看待吴子虚 老百姓们喜欢谈论他的快言仇 而统治者们呢 更愿意宣传他的忠心卫国 以死报国 他们当然不愿提起 吴子虚为了复仇 掘墓鞭尸的事迹 因为隐隐会觉得 那些鞭子也会鞭在他们自己的身上 当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暴虐成性的时候 一个普通的臣民能够做什么呢 历史上的吴子虚给出了一个答案 就是反抗 就是复仇 不管你是谁 无故家之刀斧 纵然你是君王 也要承担应有的代价 这个答案是悬在历史长河中 无数统治者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迫使他们不得不审视自己的行为 在他们作恶的时候 要多加一份小心 因为人在所 天上则有一双像剑一样锐利的眼睛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夏杂谈 Frank为你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欢迎大家看